一名警察一手拿筷子喂东西 另一手贴心的扶在男子下巴 就怕滴到桌上 这样内心的一口一口喂着 过程中没有一点不耐烦 灰衣男子的双手不替方便 警察整整喂了快20分钟 这充满爱心的画面 全被路过的民众给拍了下来 直呼哪边来的暖男 刚刚那个影片感觉怎么样 只有警察还有热心 眼前这名身材壮硕的远景刘西景 就是贴心喂食的暖男 42岁的他重景已经二十几年 平常就相当认真执行勤悟 还有个很可爱的绰号叫杉猪 因为外形有黑粗状 连嫌犯看了都会害怕 不过私底下说话却很风趣 碰到包吻民众包吻 刚好就看到 碰到的时候情况之下 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接针 他的手反而就很不方便 能帮就尽量帮 反正就是该做的就做的 因为巡逻碰上行动不便的男子 觉得自己只是举手之劳 没想到被拍了下来 让他非常害羞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做事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对于爱心引来大家夸赞 他相当谦虚 表示未来会更努力为大家服务 这次温暖的举动 清明远景封号也实至名归 记者廖威龄成为君华联报道 好 好了 好